大家好 因為現在太陽下山了 那我又外面風很大 那今天就躲到車上來跟各位聊聊 到底開車的時候 當我們把鑰匙插上去以後 我們是直接發動 還是等這個警示音結束後再發動 或許有朋友會問說 現在都已經啟動了 然後什麼什麼 要先怎樣幹嘛幹嘛 但是 你們可以自己想像一下 車輛演化到現在是沒有錯 很多電子零件怎麼一件啟動一大堆 但是基本上很多東西還是都一模一樣 那我就以我這台老車 我們傳統式的鑰匙開啟方式 我們鑰匙拔起來 鑰匙拔起來 當我們鑰匙插上去之後 如果你的鑰匙有晶片功能的話 它的晶片在鑰匙裡面 然後它的感應環在這邊 太暗了看不到 當我們插上去的瞬間 如果你是晶片鑰匙 它的感應鑰匙會先解開 然後你可以轉動 轉第一動 是基本的通電 像我的錶就通電了 那音響類 音響也都動了 但是這時候 引擎還沒有過電 這個時候基本上就是 應該是說 車上的電器都可以使用 但是你還沒辦法啟動到紅火階段 我們講的紅火就是這一段 第二段 第二段 其實當這個聲音出現的時候 基本上車子 它是在做一個自我檢測的功能 像可以看到 有的車型 有什麼Check燈 安全氣囊燈 會亮很多燈 我覺得現代的車 新型的車也是會 會亮很多燈 但是當你這個BBB 檢測音結束以後 它有些燈會滅掉 表示它檢查完畢 那些東西都沒有問題 然後這些 像我現在這個 油燈 機油燈 手煞車燈 電瓶燈 在發動了以後 它會關閉 有沒有 關閉了 滅掉了 但是剩手煞車燈 因為我手煞車還拉著 以正常來說 我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就是 上車以後 先 打到紅火 等一下 讓它那個BB聲 結束以後再發動 那是因為 嗯 你打到紅火以後 你的汽油幫浦會 開始打油 它會把油 加壓到油軌裡面去 然後讓 噴油嘴那些 的壓力足夠 嗯 這樣講應該 算蠻好理解吧 就是 你上到紅火以後 你的 像我剛剛講的 你的第一段 它只是讓你車上 一些電器 可以 有通電 可以使用 但是 只有到第二段的時候 這一段的時候 正常行的車輛 正常行的車輛 你特殊車例外 正常來講 車輛你的汽油幫補 這個時候 會通電 然後開始把 汽油加壓到油軌裡面去 準備一點壓的發動 像我 剛剛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人可能一上 一上車 鑰匙一插上去就直接發動 也是可以啦 問題是 我的感覺是 當車子 你開到 紅火這一段的時候 車子 逼逼逼逼逼逼 這些的時候 產生這個 蜂鳴聲的時候 它是在做 自我檢測的功能 我是覺得 你讓它自我檢測的功能 結束以後 因為 說實在話 也差不到那幾秒 當你這個 過程中 你可以 拉個安全帶啊 動摸一下 心摸一下 早就完了 然後發動之前 先看一下 你的燈號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比如說 可能 以前沒有亮過的燈 怎麼亮了 或者說 以前會亮的燈 怎麼不亮了 這個時候 我們車主 也可以做一個 基本的檢測 當都沒問題以後 發動 發動完以後 很多啦 我是覺得很多人說 哇 現在的車子 科技啊 怎麼樣 或者說工藝 製作的精細 精密度都比較好 所以可以 不用熱車就可以走 但是我還是覺得 熱一下車啦 因為 第一很多 金屬 金屬的零部件 它都會有 它 適當的工作溫度 那 你連工作溫度都沒有到 譬如說活塞環好了 你的活塞環 你的工作溫度還沒有到 它還沒有膨脹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它那個吹漏 爆炸下來的吹漏器會很嚴重 然後當你採油門的時候 它速度更快 要爆炸次數更多 是不是吹漏器更嚴重 其實吹漏器 它 就去走 去走那個 氣缸的吹漏器啦 它對 它對機油 最大的影響是 它很容易 因為熱 然後它那個 氣油可能一些 爆炸味完全的殘留分子 會導致機油酸滑 那也會導致 機油早點下渴 所以說 像我的習慣 我就是發動以後 原地 等個 我基本上 我只要看到我的溫度表 溫度表只要一開始動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入檔 但是我入檔以後 我是讓它 因為我是自排車嘛 我入檔以後 我是讓它自己 用它的怠速前進 然後當溫度 超過可能 底線再上來 就是 像我們正常溫度 多半都是水平嘛 大概是 底線到水平的中間 我就稍微會 補一下油門 但是我的轉速 不會超過2000轉 我在冷測階段的時候 我都不會超過2000 我會補油門 但是我不會讓它 超過2000轉 就是慢慢的 然後等 我就是要讓它的油溫起來 然後 所有各部件的金屬膨脹系數 都到工作狀態的時候 再開始加油 這樣講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 我相信現代很多什麼 一件啟動車啊 或者說什麼 iKey那些車子 也是一樣啦 它們應該也是有那種功能 就是說 譬如說 你 你不要 踩著煞車 然後 你不要踩煞車 然後你直接去按你的一鍵啟動鍵 我相信它也是 也是 會進入到那個 類似紅火階段 它不會直接發動 嗯 我知道現在很多 很多 有iKey的車 就是你一定要踩著煞車 然後再去按你的 你的那個啟動鍵 它才會是啟動 然後你不要去按它的話 喔 你不要去按它的話 它就是 你不要去按 你不要去踩煞車的話 它就是進入紅火階段 然後 我是覺得 多一個動作啦 當然你如果真的很 趕時間幹嘛的話 我是覺得也可以耶 但是 真的次數不要多 冷車的時候 給車子一點點時間 讓它慢慢 讓它水溫上來 然後等水溫上來的同時 機油它也會從 油底殼 透過機油幫浦 打到各個零部間 像突輪軸啊 或者說一些 需要潤滑的零部件上面 我是覺得這樣會比較好啦 就 這樣講會很亂嗎 我是覺得這樣 對 對車子比較好 像摩托車也是一樣 摩托車就 你發動以後 你不要就擠著 就要吹 你發動以後就可能 因為如果你的自動主風門 是正常的話 你會 感覺到轉速比較高 當轉速開始變低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可以走了 然後 剛開始下來的時候 也是油門 吹小力一點 慢速 然後等車子的溫度 慢慢上來後 再繼續走 這個時候 觸媒轉化器的工作溫度也到了 然後各個零部件的溫度都到了 你對引擎也好 對你的廢氣排放 因為 你那個 觸媒轉化器也是要有溫度 它才會開始工作嘛 我再重新講一遍好了 我的建議就是 不管你是舊型車 還是新型車 如果不趕時間的狀況下 先到紅火階段 讓車子的汽油幫浦 汽油幫浦 或者說 車電腦對車身做一個檢查以後 再來發動 車子檢查一遍 我們車主也是 稍微看一下 因為畢竟車子 你幾乎天天開敞開嘛 它會亮什麼燈 應該都是固定的 然後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異常不一樣 然後發動 讓它稍微熱一下 等 水溫表 開始有在上升的時候 這個車就可以入檔走了 但是 不要大腳油門 讓它自己慢慢的 帶速度 這樣子 我是覺得 對車子的狀況比較好 車子也不會常給你 耍鼻氣啊 幹嘛有沒有的 好啦 現在天快黑了 大概 應該要講的就是這一些 好啦 謝謝各位 掰掰